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會有轉換檔案的需求 像是你要影片轉影片,影片轉N檔 影片轉N檔有點像是影片變成Podcast的感覺 就只剩下N檔 那還有N檔轉N檔的這種需求的話 那你...Jesus Christ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會有轉換檔案的需求 像是影片轉影片,或者是影片轉換成N檔 就有點像是變成Podcast這樣子 那或者是N檔轉N檔 就是你下載...No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會有轉換檔案的需求 像是影片轉影片,可能像是AVI 或者是一些不常見的格式 你沒有辦法打開它 那你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比較大眾的格式 像是MP4之類 或者是影片轉N檔 就是把影片變成又像Podcast的形式 單純保留N檔 或者是N檔轉N檔 就可能有一些奇怪的N檔格式 你也打不開 你要把它轉換成MP3比較主流的檔案格式 如果你有這些需求的話 你可以看看這個神奇的軟體公司叫做Hedpo 他給我一套軟... 神奇的... Jesus Christ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可能會有轉檔的需求 像是影片轉的影片 可能像是AVI的檔案 這種比較不主流的格式 軟體不支援的格式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像是MP4的檔案 還有另外一個是影片轉N檔 影片轉N檔就有點像是把影片去掉保留N檔 就變成有點像Podcast這樣子 還有N檔轉N檔 如果你有一些奇怪的N檔格式 像是... Jesus Christ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會有轉換檔案的需求 像是影片轉的影片 影片轉的影片 有可能是像是AVI這種不常見 或是軟體已經都不太支援的軟體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會有轉檔的需求 像是影片轉的影片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會有轉換檔案的需求 像是影片轉的影片 影片轉的影片 影片轉的影片像是AVI這種影片格式 它已經不太... 嗨,我的名字是Kai Wan 如果你平常會有轉換檔案的需求 像是影片轉的影片 影片轉影片像是AVI這種影片格式 很多軟體已經不支援了 那你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 像是MP4的檔案 那還有一個是影片轉音檔 影片轉音檔就是 你把影片的音檔保留下來 那影片就砍掉 有點像是變成Podcast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是音檔轉音檔 就是可能有不主流的音檔格式 你想要把它轉換成MP3之類的 讓你比較好播放 Jesus